一步一脚印 去向法音 大家吉祥 欢迎回到去向法音 我是如荫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生鞋 摩登的小姐穿了高跟皮鞋 健壮的球员穿了运动球鞋 出家人一定会穿了生鞋 因为各式各样的人 都会穿着各式各样的鞋子 当然 生鞋今日来闲化自家的绅士 唉 时代变迁 在僧人的脚上 也渐渐比较少看见了 我有着很多的种类 所谓罗汉鞋 爬山湖 黄身鞋等等 罗汉鞋一名草鞋 古代的祖师们 有好多关于草鞋的公案 爬山湖 黄身鞋 大家应该晓得 前面是用破开来的三条梁子 锁成的 为什么我的中央 要有破开来的样子呢? 因为它含有一种警觉的意义 就是法师们穿了我 每当低头一看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的破相 世间上一切无常的事物 哪一件不应该看得破呢? 罗汉鞋既然是一名草鞋 是由草类编制而成 但是世间上一切都在进化不息 所以本来名副器时的草鞋 渐渐也变得用麻痣了 用步骤了 说起草鞋的生命 是很不平凡的 因为法师们都过着云水生活 天涯海角到处云游 我也就跟在他们的脚上 千山万水 参观了很多的名圣 拜访了无数的高僧 想起来 我还是很幸运的 很多的法师 每在云游的时候 在建设上 在道学上 都有了收获 会很欢喜地会说 不付草鞋钱 但是当他到某一个地方去 觉得没有去的意义 也会很坦然地说 省了草鞋钱 我很感谢这些法师们 他们虽然在人海中 向漂泊不定的扶贫 但是他们的行职 行为 总不随便乱来 穿在他们的脚上 当然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 也有很多的法师 为了解脱生死 为了防盗寻师 也有不能如愿的时候 他们千辛万苦 却是一无所获 因此 他们也会有 踏破盲鞋 无密处的感叹 关于我 还有很多很多故事 生鞋 可以当礼物一样来赠送 在佛教里面 有所谓的打摘共众 共生 常常也会有人 以生鞋来结缘 当初 哇 廉慈大师 出家以后 他在熟世的太太 做了一双生鞋 送给他 廉慈大师 怕给当初的 这种恩爱的情感 再来牵连牵绊 所以下了很大的决心 把我这一双生鞋 一刀斩为两断 我虽然一时痛苦 但廉慈大师 向道的勇猛 虔诚 是令人佩服的 廉慈大师 也有写了这么一首诗 五妹送我一双鞋 千针万线 做起来 一刀砍断红绒线 从今再不染成爱 哇 修学佛法 若没有这么大的决心 相信就很难进入佛道 当然 记得还有一次 有一位法师 他有一天 忽然扫去了一双 生鞋 无论怎么找 找不到 那当然满腹的怀疑 会不会给贼偷去了 但是贼偷一只 有什么用呢 过了一两年后 有一位漂亮的少奶奶 做了一双新的生鞋 送过来 后来才知道 因为听说 偷一双生鞋 放在箱子 就能够有孩子 这位少奶奶呢 这结婚多年 都没有生儿育女 但是她既然 这么做了之后 真的有了儿子 所以要来感谢恩德 做了一双新的生鞋 送过来 想想 这个都是风俗吧 但是呢 这个也让人家误会 我好像是送着观音 但是总括来说 谢谢我们所有的法师们 依然保持着穿着 生鞋的这个精神 感谢由你们 是的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生鞋 现在大家呢 可能比较少会看到 但是基本上呢 这个生鞋 它的设计 会有所谓的灰色 黑色或者褐色 生鞋的前后呢 左右算起来 会有六个空洞的一个设计 是勉励所有的出家人 要低头看得破 低头它是一种虔诚 它是一种谦卑 有礼 看得破 是每个出家人 每日的行走间 要能够看破 眼儿鼻舌生意六根 要能够看得破 色身相未处罚六成 乃至于看得破六道轮回 那能够看破 这个所有的这些烦恼 乃至于呢 这个六根六成 那当然就能够呢 提醒自己 要提起正念 精进修道 那此外呢 这个生鞋 也提醒出家人 要积极地行六度波罗蜜 布施慈戒忍辱 精进禅定 只会薄瑞 步步行于脚下 乃至于时时不要忘记 奉行六合径 身和同住 口和无真 亦和同月 戒和同修 建和同姐 立和同君 这些呢 是生团共事的一些原则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 生鞋 我想它虽然只是一个 象征 这个我们出家人的一种修行 生活 但是 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修行 是在日常生活的 所谓的行脚身 就是在每一步 我们的行径当中 都能够提醒自己 清清楚楚 看破 要能够行六度晚恨 祝福所有的听众 也能够从认识 生邪的意义 更能够明白 我们也可以来学习 活在当下 祝福大家 平安吉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